库宫里有两道门 其中一道门 从古代到现在只有一个人走过 非常神秘 另一道门经常过死人 俗称鬼门 01年纪没有到60的人 不能过这道门乾隆皇帝在活着的时候 非常喜欢祭天 到他年老的时候 这个爱好还是没有别 但是他的身体跑不动了 从故宫到天壇之间 这中间绕过一个桥 乾隆皇帝实在没有那个精力去跑 他就让手下人在南川门外 新修了一道门 一是不用绕那么大的弯子跑路 二是的话祭天也非常方便 乾隆是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才想起了这么个懒惰的方法 可是他的下一代 也不能剪现成的呀 因此乾隆皇帝规定 年纪没有到60的人不能过这道门 这道门也未也被称为古西门 可能乾隆自己也没有想到 也许是老天嫌他祭天祭的不够诚心吧 他的后世子孙 没有一个人有他这样的福气 这道门从古至今 也只有他一个人走过 02 咱们说完了古西门 再来说说东华门 在我们国家古代以九为尊 截梯要九集柱子要九龙 甚至大门上的钉子也要纵九横九 可是这个东华门却是个例外 它是横八纵九 关于它的来历的话 说法有很多 一个说法是当时的建筑师 根据五行之术弄成这样的 毕竟在咱们国家古代讲究的是天然合一 第二个说法是这道门出遍的死人态度 皇帝为阵鬼习习弄成这样 第三个说法是比较靠谱的 是为了专攻大臣出入 尊为有别 而且门上的钉子则代表地位 反正不管是哪一种说法 绝对不会是因为买不起钉子才弄成那样的